民眾騎車經過整排透天錯 立刻發現這輛黑色轎車 直接停在人行道 再往前一點貨車也停 但旁邊就是派出所 難道騎樓跟人行道成了停車場 自有不見了 占用人行道 民眾看到覺得離譜直接報警 黑色轎車微停快一個小時 連續報警三次 就在派出所隔壁 居然都沒有遠景來制止 但自家門口停車 屋主也有話要說 住家前面為什麼不能停車 因為當初買房子 我們都有問這一塊是我們的 那我們這邊就是有很多檢舉達人 像我就收了很多張 從三百到九百都有 你看我現在車就停這邊了 沒有被檢舉到怕了 當時不在 那之後我們有同事脫掉了 全來脫掉 警方解釋不是視而不見 而是脫掉時 車主抵達把車開走 紅燈照樣有開出去 但台南這段畫面 就真的是看不見了 大家聽的紅綠燈 偏偏這輛機車直接紅燈右轉 肯定遠景視線目光 都看到了 但就是動也不動 遠景被動開單 也難怪要被檢舉達人 督促 糾正 違規行為 這叫紅夫人賴冠章 台南高雄綜合報導